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对未来环境会不会有许多的担忧呢 田与萨罗家前书第三章 我们看到保罗的确有许多对于环境的困难 担心朋友的状况 身不由己的情况 保罗关心田与萨罗家的教会 但却无法亲自到达那里去关心他们 而保罗可以怎么做呢 在这个担忧当中我们看到 他拆派提摩泰前去问候 他拆人去关心去问候 并且他听到了教会信心的情况 心就得着安慰 并且知道教会中彼此相爱 靠主站立的稳 切实的相爱 而保罗心就得着安慰 是的我们有很多的担忧 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我们彼此爱心 可以让我们超越一切的担忧 经历上帝的帮助 这一章的要节在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愿神帮助我们 环境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靠 圣洁 彼此相爱 可以无可责备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充满信心 充满爱心 充满圣洁 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